哈囉,大家好,我是星野 歡迎來到日本麻將怎麼玩 在上一回當中,我們詳細介紹了 番數和幅數的計算方式 而這一回我們要介紹 如果將番數和幅數換成為實際的點數 並且這才是我們的目的嘛 當我們已經知道一手排的番數和幅數以後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樣得到它的點數呢? 其實我們只要查點數表就可以了 呵呵 這樣說起來這一集兩分鐘內就可以交換 只是這樣搞我可能會被打 所以我還是好好解釋一下怎麼回事吧 在日麻規則中有一條基本點公式 大概長這個樣子 先跟你們說,這個公式你們不用去記 我個人也沒有去記它 列出來只是方便你們了解計算過程而已 我們利用這個公式,帶入番數和幅數 就可以算出目前這一手排的基本點是多少 比如說我們毫於把四番的排而幅數是30 將30幅和四番帶入這個公式計算以後 我們就會得到基本點是1920點 但這個基本點公式還有一個額外的條件是 當我們計算出來的基本點大概2000點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改用另一套規則 直接對照畫面上這張表格來得到基本點 例如我們算出來的基本點大概2000點 而番數又有五番或以下時候 基本點就會是2000點 而這個等級又有個稱呼叫做滿冠 而如果介於6到7番的話 基本點會是3000點又稱為跳滿 8到10番是4000點又稱為被滿 11到12番是6000點3被滿 13番以上則是8000點1滿 得到一手排的基本點以後 我們才能藉此算出實際上要負的點數 這邊又區分了兩種身份 分別是傾家和紫家 我們先從紫家開始看起 當紫家融合別人的時候 放充的人要負基本點的4倍 當紫家自摸的時候 傾家要負基本點的2倍 而其他兩個紫家要負1倍 其實這樣加起來也就是4倍 所以在日馬中 自摸和融合得到的點數幾乎是一樣的 只是變成其他三家一起分攤而已 而如果是傾家融合 點數會比紫家還要高 放充的人要負基本點的6倍 而傾家如果自摸 其他三個紫家要負基本點的2倍 加起來也是6倍 接下來要注意的是 當算出要負的點數以後 我們還要以無條件進位的方式 進位到百位數 因為日馬的點棒最小也只有到100點而已 我們先來看一些範例 假設我們合一把四番三十伏的牌 前面我們算過 它的基本點是1920點 如果我們是紫家 我們融合對方這一手牌 那對方要負的點數就是基本點的4倍 也就是7680點 不要忘記最後還要無條件進位 因為日馬沒有10點的點棒 所以進位以後 實際要負的點數就是7700點 那如果是自摸呢 傾家要負基本點的2倍 兩個紫家要各負1倍 而且最後要記得進位 所以當紫家自摸這一手牌的時候 傾家要給3900 兩個紫家各要給2000 那假如我們是傾家的話呢 傾家融合的點數是基本點的6倍 1920乘以6在進位就是11600點 而如果是自摸 三個紫家要各負2倍 每一家就要各給3900點 再看另一個例子 如果今天虎是七番40伏的牌呢 我們先計算它的基本點 待在公式以後 如果我們實際算就會發現 這個數字超過2000點很多 我們說過基本點超過2000點的話 改用另一套規則 直接對照表格 七番就是所謂的跳滿 和基本點是3000點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算出 紫家融合是12000點 紫家自摸的話 傾家給6000 紫家給3000 而傾家融合是18000點 自摸的話是每一家各給6000點 OK 我們就把點數計算規則講完了 但如果我們每次虎牌都要這樣子計算的話 這也太麻煩了吧 所以實際上在進行點數計算的時候 我們都會參考點數表 那現在後面上的表格就是所謂的點數表 用回紫家和青家兩張 這張是紫家的 這張是青家的 如果需要點數表的檔案的話 在我影片下方的說明有連結 你們可以把表格抓到下一方的旁邊對照 表格橫軸代表的是幅數 那這邊只跌到70幅為止 其實後面還有 但是非常少用 所以就省略了 表格縱軸代表的是幅數 而幅數和番數 對應出來的就是這一手牌的點數囉 我們再以四番30幅為例 比如說是紫家的話 藉由插表 我們很快就可以知道這手牌融合是7700點 而字幕又是多少點呢 我們看一下下方小括號的數字 分明是2000和3900 這表示每個紫家要付2000點 而青家要付3900點 而如果我們是青家 我們就看青家的表格 很快就可以知道融合是11600點 而字幕是每一家3900點 完全不用進行計算或是進位之類的 是不是很方便呢 接著我們注意一下點數表的下半步 可以發現 五番的牌 無人幅數是多少 都會被算成是滿冠 此外 四番40幅以上 或是三番70幅以上的情況 也會算成滿冠 而當我們的手牌有6到7番的時候 一律會算成跳滿 8到10番是倍滿 11到12番是3倍滿 而13番以上的牌 會算成易滿 之前我們介紹易種的時候 曾經介紹過很多種易滿 比如說國勢無雙 大三元之類的 事實上 如果我們可以用一般的易種 累積到13番以上的話 它一樣也會計算成易滿 而這種由一般易種 累積而成的易滿 又稱為累積易滿 那大家可以發現 點數表有一個特性 當我們的手牌在5番以上的時候 它的點數和幅數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不管它幅數多少 都不會影響到最後算出來的點數 所以我們在算點的時候 應該要先算番數 如果在5番以上 我們就不用再計算幅數 直接對照表格 就可以知道點數了 這是一個點數計算上 非常方便的技巧 譬如我們融合一把7番的牌的話 我們很快就可以知道 這一手是跳滿 所以子加就是12000點 青加的話就是18000點 另外從點數表中 可以看出青加和子加的點數之間 有一定的規律 當青加狐牌時的點數 大約會是子加的1.5倍左右 這個規律很容易看出來 像是子加滿貫是8000點 而青加滿貫是12000點 所以青加狐牌時的威力是比較大的 不過當青加也不全然都是好處 如果說被自摸了 青加負的點數大約是子加的2倍 比如被子加自摸3番40伏的牌的話 子加負1300點 而青加要負2600點 所以說 當我們自己當青加的時候 通常都會選擇更積極的進攻 因為虎牌可以得到點數更多 而且即使防守 被自摸的時候也要付出更多點數 好的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把所有點數計算 需要的知識都交完了 我們交了番數計算 交了幅數計算 還交了如果利用表格去查出最後的點數 接下來我們會有一些範例題目 來詳細演示整個點數計算的流程 大家也可以試著練習看看 如果有需要的話 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有附點數表連結 你們可以把表格載下來幫忙旁邊對照 那我們開始吧 首先第一題 目前是東一局 我們是西加 我們例子以後自摸這一手牌 而斗拉是北風 李斗拉是白板 那我們要怎麼算出這手牌的點數呢? 點數計算的第一步 就是先算番數 我們看一下這手牌有哪些異種 首先當然有例子 還有門青自摸 此外我們還有兩張斗拉 所以這手牌的番數總共是4番 因為並沒有達到5番以上 所以我們還需要計算幅數 基本幅數是20 而我們手牌中有一個8萬的暗客 4幅 最後合牌型是坎張 2幅 而且我們是自摸虎牌 再2幅 加起來再進位到10位數 最後得到這一手牌是30幅 當番數和幅數都算出來以後 我們對照一下點數表 發現 子加4番30幅 只向這一格 而我們是自摸的關係 要看小括號內的數字 子加要負2000點 親加要負3900點 這邊是不是能提一下實戰中要怎麼宣告自摸的點數 其實我們只要說2300 就代表子加負2000 親加負3900的意思 接下來我們把這題延伸一下 如果我們是親加的話呢 番數和幅數是不會變的 一樣是4番30幅 但我們要改查親加的點數表 於是我們知道 每個子加要負3900點 而在宣告點數的時候 我們會說3900歐魯 歐魯其實就是英文的歐 也就是說每個子加要負3900點的意思 那我們再變化一下 如果這一題改成子加融合 會是多少點呢? 先算番數 因為這次不是自摸 所以沒有門親自摸的一種 只有粒子 朵拉爾 總共3番 而幅數也會有變化 我們上一集提過 當門親而且是融合的時候 會額外再增加10幅 所以是基本20 門親融合時 8萬暗克4 坎章2 加起來再進位以後 就變成40幅了 直接用3番4幅對照點數表 我們就知道這一手牌是5200點 接下來再衍生一下 如果朵拉變成8萬的話呢 這手牌會變成粒子加上朵拉3 所以總共是4番 至於幅數和剛才一樣是40幅 對照點數表我們發現 4番40幅就等於滿貫 所以我們直接看滿貫的點數 只加融合滿貫的點數是8000點 接下來第二題 這是一個有教牌的牌型 而它的異種有哪些呢? 其實也只有一排東風一番而已 而它的幅數是 基本20幅加上東風明客4幅 經位以後就變成30幅 而子加的一番30幅融合 從點數表上我們可以知道是1000點 那換個情況 如果是自摸的話呢? 就番數上並沒有變化 我們仍然只有一排一番 因為自摸一定要門親才會多一番 至於幅數是 基本20幅 東風明客4幅 自摸2幅 所以經位以後仍然是30幅 從點數表我們知道 子加一番30幅的自摸 是子加300點 青加500點 第三題 我們是青加 在粒子以後我們運氣很好 一發就自摸了三所 那這樣是多少點呢? 我們先算番數 首先有粒子 然後我們有一發 還有門親自摸 而且因為我們合到三所的關係 我們做成了345的三色同順 而三色同順這個一種 在門親狀態下是兩番 接下來我們還有一張赤斗拉5柄 此外我們還額外中了一張黎斗拉 所以總共是7番 番數算完了 那我們還有需要算幅數嗎? 我們知道 當番數在5番以上的時候 幅數已經不會再影響到最後的點數了 所以我們跳過算幅的動作 直接用7番去插點數表 於是我們發現7番就是所謂的跳滿 而親家自摸跳滿是6000歐魯 那這算是很大一手牌了 接下來我們再變化一下情況 一樣的手牌 但是這一次我們用轎牌的方式 做出這一手三色同順 那這次又是多少點呢? 我們在介紹異種的時候曾經說過 某些異種 比如說三色同順 一系通貫 全帶系 和一色系的異種 會有轎牌降番的情形 這時候我們胡到了三色同順 但因為有轎牌的關係 所以三色同順會從兩番變成一番 此外當然也沒有立直 或是門清自摸之類的一種 所以這一手牌 只有三色同順加上走大一的兩番 至於這一手牌的符數 有八手明刻兩幅加上自摸兩幅 所以進位以後還是30幅 即使你們算多了就會發現 絕大多數的轎牌都是30幅 而親家的兩番30幅自摸是1000歐魯 上一題我們的門清立直三色同順是跳滿6000歐魯 很顯然門清是比較容易做出大牌的 但轎牌的速度往往會比門清快就是了 接下來第四題 我們是紫家 在門清立直的情況下融合這一手牌 這是我們的一種除了立直 此外還有平壺 大家還記得平壺的條件嗎? 除了門清以外 所有面子都要是順子 最後的聽牌型要是兩面聽 而且雀頭不能是一牌 注意北風對於我們來說是客風 它並不是一牌 所以這一手牌確實有平壺 此外不要忘記還有一杯口 也就是腕子這邊兩個順子重疊在一起的型 所以這一手牌的番數是三番 至於符數怎麼算呢?在上集我們有提過 平壺的符數算法比較不一樣 平壺融合的話會固定算成30伏 所以這一手牌也是三番30伏 而紫家的三番30伏融合是3900點 接下來我們變化一下 完全相同的一手牌 但是我們這次是自摸 所以這一手牌的一種會有 立直、門清自摸、平壺、一杯口 總共是4番 至於符數是多少呢? 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這一手牌是平壺自摸的關係 所以會固定算成20伏 在日馬規則中只有平壺自摸這種情況會算成20伏 所以這一手牌是四番20伏的紫家自摸 對照點數表以後我們知道的是1300、2600 接下來這一題的情況又不太一樣囉 它跟前兩題的手牌很像 但差別是它有轎牌 所以這手牌的異種只有斷邀九一番而已 它沒有平壺也沒有一杯口 因為這兩個都是門清狀態下才會成立的異種 至於符數呢?除了基本符20以外 它好像沒有其他任何可以增加符數的要素耶 所以這一手牌真的就是20伏嗎? 但我們剛剛說過 只有平壺自摸的情況才會出現20伏 任何不是平壺自摸的手牌 一定都是20伏以上 像本題這種轎牌又沒有任何符數的手牌 事實上我們會視為一種特例 強制把它算成30伏 所以這一手牌是一番30伏 紫家的一番30伏融合是1000點 只有平壺自摸才會是20伏 那這點大家要特別注意哦 接著第五題很顯然的這一手牌是7對子 而且帶有兩張斗拉 所以番數就是7對子兩番 加上斗拉2 總共4番 至於符數就很簡單了 只要是7對子一律算成25伏 所以我們對照點數表得到4番25伏的紫家融合是6400點 第六題我們一樣先算番數 總共是粒子、一排白還有斗拉1的3番 至於符數就要注意一下 有基本20伏、門清融合10伏、七柄暗克4伏、白暗克8伏 全部加起來是42伏 而最後在進位就變成50伏了 從點數表我們知道 三番50伏的傾家融合是9600點 接下來第七題很顯然的他有一排白 另外還有斗拉2 所以總共是三番 但要特別注意的是符數的部分 這一手除了有基本符20、百暗克8、自摸2以外 我們自摸的這張6萬應該要視為單計聽牌 因為這張6萬可以視為4、5萬兩面的一部分 也可以視為6萬單計聽的一部分 在上一回的符數計算單元中 我們介紹過高點法 也就是一定要用最多點數的方式去解釋排型才可以 這邊取單計聽牌的話是2伏 所以總共是32伏 進位以後就變成40伏了 如果不是有進位的話 這一手應該是三番30伏的12000 像這種有跳伏的情況 是一般點數計算的時候特別容易忽略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哦 終於到最後一題了 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一手是大三元 我們介紹過它是日麻藝滿中的其中一種 所以我們什麼都不用算 傾家藝滿融合是48000點 非常驚人的威力 恭喜! 好啦 點數計算的過程大概就介紹到這裡 其實大部分的點數計算都不會太困難 只有少數的特殊情況要特別注意 比如說跳伏或扶數進位的情況 那最重要還是多練習 自然就會越來越上手了 那麼下一回預計也是本教學的最後一回 我們會介紹日麻每一局結束後該怎麼處理 還有一整場日麻遊戲完結後的結算方式 我們下回見 掰掰 見面對比賽 bod兩邊有機會 我們下回見 我們下回見 甚至 我們下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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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回見